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元昭节快要到了 很多朋友都会购买冷烟烟花来增加节日的气氛 在短视频平台上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和家长都会燃放冷烟烟花 可是烟花虽小 影患却很大 它的影患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做几个实验看一下 实验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手中的这款冷烟花 燃放时的最高温度达到了515摄氏度 即将燃放完毕时 最低温度也有400摄氏度以上 下面我们分别用纸张 塑料袋和毛巾 来靠近燃放的冷烟花 看会发生什么 首先我们拿张纸靠近仙女棒 纸几乎瞬间就被点燃 换成塑料袋后 不到两秒钟同样被引烟 最后我们用毛巾 模拟平常我们穿的衣物 可以看到 物料上很快就有了胶状 大概5秒钟左右 也开始了燃烧 从刚才的实验呢 我们可以看出 烟花爆炸点燃之后呢 它的温度能够达到400度以上 甚至是500度摄氏度 而我们日常常见的 布皮 纸张 或者是塑料等等呢 它的燃面是有200摄氏度 所以可以看出烟花爆炸能够非常轻易的点燃我们身边的客户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呢各位朋友在燃放烟花爆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像我们所在的城市呢 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炸的 所以呢大家记得不要燃放烟花爆炸 不要遵守相关部门的规定 那有的城市呢是可以燃放烟花爆炸 这个时候呢我要提醒大家 未成年人一定要在成年人的监护之下 才能燃放烟花爆炸 在燃放的时候呢要找一个空泡的地方清理一堡可燃物 再进行燃放 千万不要把烟花爆炸对着人群或者是对着建筑物 以免发生危险 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在屋里面燃放烟花爆炸 一些熊孩子呢也千万不要把点燃的爆炸 扔进阴景盖内 以免发生危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